本实例将实现在液晶屏上显示一个简单的用户界面,在界面中绘制一些图形和文字。 当按下Clybo C6肚子上的按钮开关,开关同侧的眼睛采集的光线值将会显示在液晶屏上。 液晶屏上的图形颜色以及扬声器的频率都和光线值有关。 在设计液晶屏用户界面时,可以在纸上先大致勾勒出所需图形。 比如,我们用两个实心的三角形在顶部只是左右两个眼睛,相应的函数为Full Triangle。 该函数的参数可从这个.h文件中找到。 比如,第一和第二个参数为三角形左顶点的坐标,第三和第四个参数为三角形上顶点的坐标,第五和第六个参数为三角形右顶点的坐标,最后一个参数为填充的颜色。 于是在程序中,我们把这七个参数都设置好,就能绘制出两个三角形。 为了突出光线值,可以在屏幕中绘制一个实心的长方形,并用白色来显示光线值。 绘制十心的长方形使用液晶屏函数Full Rect。 前两个参数为长方形左上角顶点的坐标,第三和第四个参数分别为长方形的宽和高。 最后一个参数是颜色。 在Setup的最后,用自定义JawTax函数,把R、L、ClipoC6字样分别显示在两个三角形和屏幕中间。 为了能实时响应按钮开关,在Loop函数中,首先不断重复把左右两个按钮开关的状态用Digital Read读取。 如果左按钮按下,用一个液晶屏函数Full Circle在屏幕左下方绘制一个实心圆。 该函数的参数依次为圆心横坐标、圆心纵坐标、半径、颜色。 由于左按钮按下,把左眼光敏电阻的数值用Analog Read读取。 经过重新映射后,把光线值作为RGB颜色中的R值。 用液晶屏函数Color565转换后形成一个颜色变量New Color。 这个变量New Color与光线值相关,把它作为三角形的颜色,就能从颜色上反映光线值。 接下来的几行语句,为的是把整形的光线值变换成字符串以让液晶屏显示。 先执行的是整形变量Li-LValue转换成字符串变量LV,再把LV中的内容放到一个四位整形的缓冲区SensorPrintout中。 接着,就把这个缓冲区SensorPrintout通过函数JawTexBG显示到液晶屏上。 于是,我们看到在中间的蓝色长方形中出现了10时的左眼光线值,最后光线值乘以5后作为扬声器的频率发声,并点亮嘴上的发光二极管。 当右按钮开关按下时,响应的方法完全相同,只是在液晶屏右侧部分显示的是右眼检测的光线值。 如果两个按钮开关都没按下,则执行Else中的程序,把在左或右按钮开关按下时在屏幕上画的实心圆给擦去, 实际上就是用白色去涂一个同样大小的圆,然后两个光线值恢复为000,并关闭扬声器和发光二极管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